千叶线明星队监督认为高中球员应该打木棒 资料照 记者廖耀东社 记者罗志捧台中报道 高中球员该打木棒还是屡棒 近年来这个议题始终在国内争论不休 MATS的他日清棒赛千叶线明星队监督 同时也是日本调子商业高校监督 泽田阳怡认为高中球员应该打木棒 泽田表示 其实恒久以前日本高校比赛是打木棒 只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又改回打屡棒 他推测是经费的关系 因为木棒耗损量大 一般高校球队负担不起 其实屡棒在高校时代就应该结束了 泽田说 为了让打者提早适应 高中球员应该要打木棒比较好 将来比较容易衔接 现在平常日本高校选手练习都打屡棒 这次来台打台日清棒赛前才练打几天木棒 虽然只练打木棒短暂时间 不过今年MATS的台日清棒赛四支日本代表队打者都发挥的不错 丝毫看不出有适应上的问题 泽田认为日本高校打者基本功好 且这一批来台选手资值都不错 所以才打得好 左大阪府明星队监督西股浩一受访时也表示 高中打者其实是可以打木棒的 这样球员毕业后可以衔接职棒 大学或社会人球队提早适应比较好 日本高校每打木棒主要是经费考量